我們的人生不是只是工作 或是賺錢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有一點點的幸福感 幸福是一種氛圍 或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 有錢也不一定能夠買得到幸福或是快樂 對不對 這是我的理念 這次其實大家因為泡磚言語的一個力量 讓這個活動非常非常成功圓滿 這是我非常內心 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的熱情的參與 那對於未來的奇美部落 我第一個非常期待的是 我能夠希望奇美部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農村再生計畫 能夠創造出它更多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價值的農作物 可以讓原住民的朋友們 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好 教育再提升 因為其實我看到的原住民朋友 他是非常樂觀的 非常的願意去耕作的 那也很樂觀的自給自足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是一個機會 那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資源 願意去給他們一點點的一個啟蒙 我覺得這是我非常樂見的 所以不管是未來的觀光也好 未來他們的農作物的產品也好 我想大家都能夠多多支持 其實我覺得原住民他有很多很好的 就是那種天然的素材食材 其實可以飲用在這些食材裡面 做出很多不同的料理或是點心 我覺得我也很期待看到原住民未來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也許如果未來有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對 我也願意幫他們開食譜的 對 會讓我覺得 能夠住在七美部落真好 然後能夠認識蔣爸 然後我又認識蔣媽這樣子 然後認識蔣爸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那個石板屋 然後我跟蔣爸說 蔣爸 給我乾一天這個石板屋 我想住住這樣子 她說 先來我那裡住 我說好 沒問題 我一定要去 那這一次我已經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在行程上面 沒有銜接好 所以我沒有辦法到七美部落去 那 但是我四月份 我會到七美部落去 所以就 欸 不好意思 到時候就要請那個蔣爸當導遊 然後呢 請蔣媽給我煮好吃的料理 然後我也想去住住她們的石板屋 嗯